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治疗口疮的方法 口疮嘛,口腔溃疡 老百姓一说长口疮了 一般就是指在我们的舌面上 舌头面上,还有舌头两边 都是绿豆大小的创羊面 虽然这个就是面,溃疡面很小 但是特别疼,关键是 而且一般得口腔溃疡的人 他就是不敢碰这个舌头嘛 所以老是张嘴这么虚空呆着 然后就造成那个口水会一直不停的流 然后你往下一吞咽口水的时候 一碰到舌头,舌头又会特别疼 所以呢,这个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但是呢,这个呢,第一,特别疼 第二,特别容易复发 一般呢,像这种情况 就是溃疡比较多 然后同时伴随着这个小便黄翅 就是小便那个颜色特别黄 然后你看它的舌苔比较 这个舌质比较发红 然后舌苔薄薄的颜色发黄 像这种就属于甘胃热胜 一般呢,像这个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小针胖 针对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我们就是扎双侧的内庭和双侧的态冲 它属于甘胃热胜嘛 所以内庭是什么 内庭是未经的行穴 这是个多因子啊 也念行,也念营 你自己随便念嘛 然后这个我们有句话学武术穴的时候 行主身热,也就是行穴擅长清热 所以呢,我们就用双侧的内庭穴 双侧的内庭 它可以倾泻胃火 然后我们再扎双侧的钛冲 钛冲是什么 钛冲是甘精的输血 也是甘精的圆穴 它倾泻干火 效果就比较好 然后呢 钛冲关键是什么 可以这个,它是属于木精的土穴 甘精上的穴位 甘对应的木,木精 然后钛冲又是疏穴和圆穴 这个穴位本身的五行属性又疏土 所以它属于木精的土穴 所以呢,它针对这个疏干合胃 效果又比较好 所以我们扎针的时候啊 就针对长了一嘴孔创 特别疼的这种 你就可以扎双侧的内瓶 配上双侧的钛冲啊 虽然方子比较简单 但是非常实用 你可以连着扎 也是五天啊 连着扎五天为一个疗程 基本五天就好了 嗯 这个呢 就是我们啊 治疗这个口疮的一个 非常超简单 超实用的一个小针芳 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情况 不妨用一下 就是我觉得任何的好方子 不能光听别人讲 别人讲 只代表它用了效果很好 那放到我们身上 有些时候你扎不对付 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嗯 那没有那么好呢 也不能代表人家这个方子不好 也可能是我们扎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东西 多好的方子 你都一定要亲自去实践 去体验啊 体验完了 才能领略啊 这个方子的奇妙之处 啊 所以呢 这个希望大家啊 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 不妨可以试一下这个方子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真妞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大家好 我是刘红云 近期呢 我将进行这个 董事齐屑的公益直播课 如果想要进直播间学习的同学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然后进入头条主页 然后私信给我 我会安排我的助理 把大家拉到直播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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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